一人一车自驾南方过年 昨天兄弟们没直播 我这个血压上来了 头疼 休息了一点 今天咱们量一量血压 准备出发了 您的量测结果为高压1109毫米拱住 低压803毫米拱住 外国每分钟915次 现在这个血压是正常了 我再吃一遍药 巩固一下 这个血压药好像吃上就不能扔 不然的话过几天血压还是会高 不能着急上火 自我调解心态吧 常在路上走 哪有不违章 兄弟们半年了 第一次违章 亚线 一分 一百 这次 本打算走高速 一看高速上都特别堵 还是走国道吧 这次可要慢点走 这罚了一百 一下子我就回到解放前了 扯淡的 本来收益是维持油的 是不是 咱不怕慢 就怕违章 吸取就训吧 慢得走 继续向浙江出发 现在给我整的呀 都有点害怕了开车 又整着这样一个红绿灯 这是看箭头才能走的是不 只要不违章 就能保持我的收支平衡 也行啊 就像兄弟们说的 常在路上走 哪有不交学费的 是不 这个箭头灯 好像第一次弄过这样 我路过的都是圆形的灯 这个可以 我走了 左转 违竹江道继续行事 7.1公里 兄弟们 我第一次违规 大家教教我 他这个学华减分是咋弄啊 是不是能把我这一分补过来呀 其实我这个CE补不补这一分都行 是不 再有他是不是把罚款交了 那这个一分就回来了 这个这个我第一次哈 请高手指教一下 我看到评论区 有朋友说我的视频 没有挑战性 应该去挑战一下荒野求生 大哥 你是不是看错了呀 我是自驾游的 我现在能挑战一年少于五个违章 这个就是不小的挑战了 因为你这一年都在路上跑 违章最少的 那也算是一种挑战 至于挑战荒野求生 这个我暂时还做不到啊 我现在走的这个黄滑方向 有好多路都在修路 所以不走高速 那就要绕路 看这些车都是来绕路 高速上也在堵车 都一样 这好比高速还强一点 我感觉 慢慢往前蹭 今天预计100公里 看看多久会到吧 国庆节 在高速上的朋友们 我估计你们是不是 就在高速上度过了 国道也这个味儿 保持直行 所有车道均可通行 今天这100公里 我估计得开半天 堵着吧 兄弟们 这堵车更费油啊 一动不动啊 慢慢蹭吧 叔叔来指挥来了 这可咋着 叔叔都看不过去了 叔叔啊 叔叔 你快点啊 我有点饿了 我要找地方煮面条 这句话好 道路虽然拥堵 但我们终将到达 一公里 1.7公里 预计17分钟 这个速度 我真的找个地方来 饿了 国庆七天堵 出来放了七天假 在路上就得堵六天 这没办法呀 全国放假 能理解 但是我现在真的要找个空地 我想下去撒尿 还饿了 早上喝了两袋牛奶 哎呀 他就在那就是掉头能行吗 不是掉头的路线 就这么绕一圈啊 因为我还狠呢 他这个直线也没有 在路边发现了一个空房子 看这空房子能不能休息一晚 走了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走了五十公里 哈哈哈哈 仇人 两个半小时走了五十公里 五十公里快用了两根油了 就在路上等着 还得开空调 不开空调 还热 那会儿我下去看了一下 这是一个废弃的酒店 好像 废弃的酒店里边全都是荡厂公厕用的 我现在停在这个废弃的酒店 西边 就在这儿住一晚吧 吃点饭 我早上七点出来的 现在十点半了 几个小时就走了五十公里 公里数少到行 还费了两根油 这五十公里走的不合适了 做点饭吃 我现在开始 这里所在的位置是,京崎公路,紫崖桥附近 就是路边一个废弃的酒店 一会儿吃完饭,我还得去把罚款给交了 我还没弄过 兄弟们,这十月一能不跑长途玩,就在家里玩,最好 出来就是堵车,堵了七天车,然后回家 不如大家好好休息休息 让这些车先跑五百米吧 毕竟他们只有十二一才放假 而我的时间多了去了,不跟他们抢路了 让他们先跑几天吧,太堵了 大家看看,本来我是想走这个高速来的 你们看看高速上的车流 还没有牛车快 是不,你看国道上 那个桥上叫高速公路,下边是国道 你看国道上的车,收手的 看高速上的车 我让你们都走高速,走啊 哈哈,还没有国道快 不,请不吝点 我看不吝点 你帮我一段时间